其实我自己的喜欢的眼镜款式还蛮多的 我其实并没有设限说一定要有什么款式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男生女生 其实他们的抽屉里面一定都要有各个款式的眼镜 因为你在穿衣服的时候比较好做搭配 那其实明年2012年春夏系列的流行元素 我觉得像比如说图腾啊 或者是一些用色比较大胆的镜框啊 然后复古啊优雅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必备的 你自己有多少眼镜 我自己有很多耶 而且我的包包里面永远都会有一个就是胶框眼镜 就是有时候出门没有化妆的时候要戴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ray band系列的眼镜 所以我包包里面也有一款他们的太阳眼镜 你有没有建议如果一般消费者2020年要买眼镜的话 你会建议他们要怎么挑 因为一般的人可能不是明星 什么样的眼镜挑起来比较安全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选的都还蛮像明星的 我基本上我觉得舒适度跟兼具时尚感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有些我觉得眼镜 因为你时常要戴在耳朵上面 所以那个舒适度是我觉得是一定要选择的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眼镜其实可以多看多选啦 其实就是如果你觉得挑到一个心中梦幻艺品是很重要的 那之前报导说小天又公开跟你求婚 是不是刚才拒绝 应该没有这件事情啦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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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